大家好 又是向左望的節目時間 因為我想節目差不多要開始 我們暫時不等長毛開始的節目 大家都會密切留意到 可能長毛在某時某分會出現 坐在旁邊繼續向左望 這星期會針對甚麼問題 當然我們這星期也會有長毛信箱 我們非常忠實的觀眾 或者聽眾吳先生 是疑訊問到關於趙連海案 所以這裏也可以說回今晚的主題 雖然其實都是入到我們身處的香港 或者甚至我們的祖國 但其實大家都會留意到 其實這幾年 或者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到 中國人權問題或者香港人權問題的時候 都會留意到 究竟我們的人權狀況 究竟隨著時代的向前行 究竟越來越有所改善 越來越好 還是反而反過來 我們的人權狀況在香港 可能甚至是不及殖民地時代 在內地經濟越發達 人權越退步 所以其實我想這集節目 無論我這次想說一說 可能是關於現在蔡元村的最新情況 又或者說到趙連海案 其實大家都是一個共同的地方 就是說其實政府和人民的關係 究竟建基於說政府只是視人民 即是一種實踐國家目標 意志的一種工具 而從而國家需要人民的時候 可以視人民是一個 無論我們見到之前 關於一些譬如說是反日示威 亦都有懷疑會不會是一些官方團體 即是無論是直接或間接 去到動員一些群眾示威 而作為一種向日本討價還價的籌碼 又或者當這些事件 已經是脫離了官方的控制 又例如之前我們都會見到 就是由這個反日示威 變成反政權示威的時候 官方突然間 醒悟到就是可能玩過火的 於是對於這些反日示威 反而進行鎮壓 又或者我們看回香港的情況 就是說剛才我們這個節目 其實開展了多久 其實都很關注蔡元村問題 亦都在不同的時段裏面 請了一些跟蔡元村相關的人士 上來做節目 當然事而言為 最終立法會通過這個撥款方案 蔡元村亦都是根據政府本身的安排 進行遷冊 希望政府方面盡快開展高鐵的工程 當然其實政府在之前在通過撥款的時候 亦都承諾過給當地的居民 有一些相關的補償 其實大家都會留意到一件事就是 在社會上對於蔡元村居民本身整個行動 可能受制於主流媒體本身一些觀點或角度 曾經我有些學生跟我說 其實蔡元村居民已經收到足夠的賠償 甚至他們的賠償額 跟他們本身從事的工作 或從事的一些行業 其實是不成比例的 所以最近亦都有一些人找到一些資訊 其實蔡元村居民就等於我們香港二十世紀 八十年代之前的一群住在木屋區 甚至住在一些霸佔地方人 其實他們只是寮屋居民 政府其實拆去屋可以一毫子都不用賠 當然這些使用本身背後究竟有甚麼目的 並不是我們這個節目想深究的問題 但是大家都知道 其實我們講到在香港 特別在殖民地時代 在八十年代之前 即是無論我們講到在港九地區 或是新界地區任何屋區 住了很多 因為他們根本賣不起屋樓 亦都當時政府不能夠提供足夠的供應房屋 給他們的時候 他們唯有住在一些環境沒那麼理想的地方 那究竟是不是中間背後有一些 可能是他們個人的經濟環境因素 或者當時殖民地政府的房屋政策 土地政策 而令到這一群人本身 你可以說 當然他們住在一些這樣的地方 很可能從法律觀點來說 可能是非法的 但是當時的殖民地政府 亦都容許他們一腳在這裡居住 就等於我們看回蔡元村的案例 是不是我們會說他們只不過就是 因為歷史因素 慢慢有一些 可能不是當地的原居民 慢慢遷入那裏 然後開肯土地 繳入自己的家 而去到一些 譬如說蔡元村清拆時機的時候 我們很刻意地說 他們這群人是非法佔領土地 非法從事經濟活動 甚至他們不應該獲得賠償 是不是這些看法說話 是完全否證整個 蔡元村事件背後的一些 我們留意的地方 好了 如果我們看回蔡元村事件 其實我想最主要有三件事 大家可以注意 又或者當然如果長毛來到的時候 也看回時間 或者各方面安排 我們可否繼續說下去 又或者跟著RTV裏面 不同的節目 不同的主持人 都可能就如意這個命題 來製作他們的節目 或者不同的觀點 所以都希望透過這個頻道 能夠令到 可能有些人看這個節目 都能夠關心一下 究竟發生甚麼事 當然我們會說 其實第一點大家要留意 就是究竟政府提出的賠償 又或者最近大家都有聽過 就是賠償村居民去賣地 希望能夠復奸 但是如果大家有留意到 一些小部分媒體的報導 或者我們見到 譬如說是這個Inmedia 或者在網絡上面一些 Facebook的組織 其實都有說到整個復奸 賣地的過程 其實是不太順利的 就是最主要原因就是 究竟有沒有找到 適合的土地給居民 又或者其實過程裏面 究竟居民會不會受到 一個公平的對待 這個其實都有一個很大的疑問 這個才是第一 第二點就是 如果地都未有 而政府就是很不急不及待地 要清拆這個蔡元村 那會不會有點而不及情理呢 又或者會不會這樣做 其實反而令到 原本可能 就是大家一人讓一步的 那個解決方案 或者解決方法 就是說居民願意接受 政府的安排 無論是賠償 又或者是這個 找一個新的地方 重新建立這個新村也好 又或者我們見到 另一方面 其實在 居民和政府 在中間又 沿了高鐵事件 即我們已經說到年頭 到現在差不多是大半時間了 政府本身會不會 透過某一些方法 或者手段 在居民不認同 不贊同情況之下 就慢慢將 即現在現有蔡元村的一些 土地的一些設施 或者甚至將農民的農作物去損毀 而希望用這些方法 希望嚇走居民 或者令居民屈服呢 這個大家第二件事 大家值得留意的地方 第三件事 大家可以留意的地方 就是 究竟蔡元村事件 我們知道 其實無論去年是年尾 或者今年的年頭 大家都想起 其實都差不多一年前的事件 即一年很快就過去 大家都記得 就是一年前 約某一年前 大家 即是 反高鐵 即是 停止撥款 或者是為蔡元村居民 或者甚至是跟整個高鐵 整個工程受影響的居民 無論是大國災居民等等 即有關的人 他們動員在一起 希望政府能夠 即是重新審議整個計劃 又或者甚至用了668億這個撥款 去建造這個蔡元村 究竟最終對整個香港是得益 還是其實最終 香港要賠上一個很沉重的代價 但最終 無論是市民的荷包 或者政府和市民之間的關係 會否因為這樣 是進一步疏離 似乎政府沒有想到這一方面 好了 一年之後過去了 究竟一年前 我們很熱烈地關心 蔡元村 反高鐵 這一個這樣的想法 或這一種這樣的行動 究竟能不能夠 透過今次拆穿 而再令到我們市民關注 還是現在的主流媒體 就正如早前 我自己都只不過一些 入 他都說到就是 政府官員都非常相信 主流媒體已經被政府收編了 收編的意思就是 基本上主流媒體 基本上已經是因為想得到政府獨一的資訊 而完全無論是報道的手法 甚至是報道的內容 甚至整個報章的主條 都跟隨政府議員去走 所以可能大家都會留意到 有幾份可能大家都覺得 比較正義 又是比較和政府待會的報章 似乎不多說蔡元村 所以其實大家唯有透過這個新媒體 或者主流媒體 去到繼續留意這件事件 無論如何都好 大家都留意到其實 在這個星期四、星期五也有消息 就說到政府開始正式行動 是侵察蔡元村 所以其實 當然我們向左網節目最主要 都是分析一些時事 透過一些可能是 我們叫做左派的角度 但如果大家仍然對這件事關心 無論是透過行動 無論是透過繼續關注事件都好 都希望將這些訊息 告訴你們身邊的朋友 令到這件事件 不會因為主流媒體 刻意低調報道 而沒有受到關注 甚至有人覺得 是否沒有發生過這件事 好了 講完剛才那三個部份 大家留意的地方 可能有一些看這個節目的朋友 都會有參加過 星期六在銅鑼灣 舉行的一個 反清殺蔡元村的示威 大家可能都會知道 一件事就是 其實整個示威過程裏面 我想最主要帶出的訊息就是 其實政府以經濟或者發展 作為一個理由 去到用不同的手法 或者在市區的市區重建 或者甚至是清爽一些 政府覺得 其實可以隨便拿走的一些村落 大家有否留意到一件事就是 其實發展在今時今日 究竟為我們帶來更加好的生活 還是實際上發展已經成為了某些人 發大財或者謀取暴利的一個捷徑 或者一個堂而皇之的理由 又例如我們住的那區 很多舊樓開始要清拆 或者一些舊樓其實可能未必需要清拆 但是最大的問題就是 因為地產商覺得 這一塊地是肥豬肉 所以無所不用其忌 去到無論是威逼 或者用一些理由的方法 是說服一些業主 去到同意這個清拆的計劃 又或者可能答應他們 就是給足夠賠償 但是那些賠償很可能未必 買到他們附近園區居住的地方 大家都知道現在香港樓價 就是在現在這個經濟格局裏面 是無憂子地甚至麻木地上升 那如果要居民在現在要搬走 究竟他們能不能夠買一個 和現在相約 或者甚至會更加有所改善的居住環境 仍然都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所以其實我想我想 我們講到如果居住權 都是人權的一個部份 可能我們會記得 其實在一兩年前 大家都會留意到 在國內有一個 其實都很負真意性的電視劇 叫做窩居 其實都講到就是 就算我們說 中國內部 一個這麼大的地方 很多人都以為 中國不會有居住問題 因為中國不是香港 香港地少人多 土地供應不足 再加上政府政策 不夠正方主 似乎大家覺得是理所當然 甚至覺得在這個環境之下 面對一些委屈 甚至一些負擔 好像覺得是應該的 但是如果有看向左網節目的朋友都知道 就是說究竟我們所講 就是土地不足 或者所謂資源問題 究竟在很大的程度上 是因為這個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剛剛收到一個訊息 就是說 長毛今次是不會 即是來不了這個節目 所以今次的節目 就是我自己一唱這個獨角 但是我想 長毛信箱 趙連海這單我的封信 我都留在下次 是交給長毛回答 因為這封信 署名吳先生 最主要是 就是交給長毛先生 我不是太方便回答 我留下一次再回答 好了 因為我們這節目 其實很有彈性 你知道就是說 雖然長毛不在 但是我希望 今次我第一次讀 在做整個節目 都好下我的努力 各方面 所以今次如果做得不好 希望不要在網上罵爆我 你知道的 罵爆了出來 光戶見不到人 很醜 好了 爛吉說完 那就說回正經的事情 剛剛我剛才說到 就是說 窩居爾的問題 或者窩居爾的節目 能夠引起國內這麼大的迴響 最主要原因就是 其實在國內 居住問題 不是因為土地不足的問題 如果你說土地不足的問題 在香港導致出現居住問題 很可能表面上可以是成立 但是實際上國內 亦都是和香港出現一個很相似的情況 就是說 城市高速的經濟發展 但是 在城市裏面工作的很大部分 一些可能中下層的人 根本他們的工資 或者他們本身的 就是很可能 他們居住的環 即他們本身居住的城市 他們的生活水平實在太高 根本賣不起樓 所以很多時候都被迫 甚至現在大家都知道 就是香港有一些 可能比較舊式的樓 都開始出現所謂板間房 譬如說我住的地方 因為我住的地方 其實都是六十年代 居住一些舊樓 這樣就說回我親戚的家 亦都有一些 可能大家都有留意到 就是說 有一些樓宇 是被業主 是間成可能三到四個的獨立房 然後 可能是這個 實手間或者浴室共用 然後很多時候 可能最主要都是一些 從事服務性行業的人 或者是一些很可能 其實他們收入根本 就是連租一個 屬於自己的單位都不夠 那大家都知道 現在租一個 可能是一個人住 就是可能三四八尺的單位 可能都要趕到 可能是市區 都要八千元、九千元 甚至說趕到新價 都要七千元 那你解解 如果一個人的收入 沒有過萬元的話 或者可能要萬多元的話 他根本很難去負擔 去租一個樓宇 是給自己住的 所以大家都可能留意到 就是說 你居住的環境附近 都可能出現了一些疑似陌生人 很可能他們日出而作 日入而適 或者好東西才回來 但是他們就要承受 就是說因為 那個租金的昂貴 又或者甚至是他們 不能夠負擔起這麼高的租金 而最終他們要住的房間 所以都可以說是香港版的窩具 那如果我們看回歷史上來說 就是當然土地問題 居住問題 很多時候成為一個社會穩定 一個很重要指標 那如果我們看回內地的情況 那窩居這麼受歡迎 甚至其實某程度上 國內一些媒體都要為窩居 就是這個電視節目 帶來的一些爭議性的討論 而要降溫的話 那可想而言之 就是居住問題 或者相關的土地問題 都成為了國內很多人 不單止關心問題 甚至慢慢留意到 如果不要好好地解決的話 可能成為一個很大的社會隱憂 我們不說遠 說回香港的情況 那居住的問題 都很大程度上都成為了 就是很多 譬如說80萬人士 大家都會覺得 在香港沒有前途 沒有希望 沒有前景的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理由 那當然我們會說 其實居住問題本身背後 不單止是我們日常生活 或者生理上的需要 包括我們需要一個鬥 或需要一個遮風黨員的地方 讓我們可以有一個安全感 甚至居住的問題 都成為了一個人 甚至一代人本身 對這個地方 究竟對管治的政權 對管治政權背後資源分配的政策 或者甚至是對這個政府 對房屋政策 土地政策 資源分配的態度 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所以我們會說 其實從一個角度看 就是土地問題 社會問題 甚至我們會說到 譬如說一些大學生 他們讀完書出來 但他們會發現到 他們現在的工作是收入 根本是不可能賣樓 他們的收入也不能夠申請公屋 如果再加上他們的父母本身 他們的父母也不是有很高的收入的話 那是否代表了他們的子女 無論是單身或甚至結婚 都被迫要跟老婆訓練呢 那我相信很可能 特別是譬如說 某一些院校的學生 他們可能都是中下階層 他們找的工作 未必即時令到他們有很多的收入 令到他們可以有一個儲蓄 甚至有一個金錢的累積可以買到樓 所以我會發現到一件事就是 跟老婆訓練 這個不是天方夜頭 甚至可能是現在 在各位看這個節目的時候 正在發生的一些現實情況 那你想一想 如果你跟老婆訓練 睡了很多年都賣不到樓的話 又或者存了那麼久的錢 但你們的收入 不能夠追上這個樓價升幅的話 那不是一個人發生的事 是一班人 一代人的共同經歷的話 對政府 對社會 構成什麼影響 大家可想而知 所以這個絕對不是一個 危言聳聽的說法 而是真是一個實際面對問題 不好意思 這次此其一 因為你知道 平時長毛說不用說 今次更慘 即直說說說說下去 所以如果待會見到我喉嚨不舒服 要咳幾聲 大家要見諒 這次此其一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另一件事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 這個個人經歷 反應長毛不在 我便放題 勉強 好了 大家知道 現在 隨著大學學位的身家 讀大學的人 其實相對是多床 但其實 很多時候一些 譬如說給我們年長 或者譬如說我們這輩子 甚至我們叫六十後五十後的人 他們怎樣看現在大學教育 或者甚至怎樣去對大學教育 即會有一些期望 譬如我們年一期望 就是有三仔主義 即我們說到就是說 特別以前只有兩大獨大的時代 有所謂車仔 人仔 甚至老婆仔 即是車仔 即是私家車 人仔即是小朋友 老婆仔即是結婚 即是說 你讀完大學之後 既有黃金屋 既有嬌妻 甚至有小朋友 但我想最近這十幾二十年 都沒有人說這個三仔主義 因為大家都知道 其實現在大學生出來打份工 譬如說 剛剛我在行家的時候 都見到我一個 讀完學位的一個學生 都可能在這個叫做 什麼會裡面是賣這個電樓的 大家知道就是說 做一些銷售行業 它們底薪可能高 它們只能夠靠這個賣電器 賺到的佣金 來提升它們的收入 如果很不幸 這輪沒有人買東西 或者現在好些 現在有人買東西 沒有人買的話 貴收入低 或貴收入不穩定 能否買到樓呢 這個也很大疑問 所以如果你說 我們看回整個郵塞園村 去看回政府怎樣看這個土地政策 或者房屋政策 或者房屋政策 或者房屋政策背後 其實對於一些 其實有居住需要的人 如果現在政府不能夠 在這個房屋政策裏面 作出一些很大的改變的話 其實問題只會越來越惡化 我們不能夠在這裏 擔保就是 政府沒有正式問題的話 對於管治 對於社會穩定 甚至我們會說 對於整個特區班子來說 會否帶一個很大的衝擊 所以我想現在 在這個節目這個階段來說 或者土地問題 或者可能暫時說到這裏 好了 當然其實我想沒有理由 整個小時 或者這麼長時間 一講一講單一的議題 可能我覺得都不是這麼理想 你知道的 或者在現在這個時間 都講一講 做了年紀向左往 很多時候基本上 勤力少少的 就是引少少來看 然後在那裡吹水爆肚 其實我和長毛爆肚都爆了年紀 但是也多謝各位見諒 雖然你說爆肚 但是其實在做這個節目的時候 不斷提醒自己 就是說自己講過的話 要對自己要負責 始終不是因為 我入口工作不簡單 而是就是說 無論是觀點 或者無論是分析 或者各方面的資訊 都希望在一個這麼多 即是限制局限的情況之下 都能夠做到 即是錯誤盡量少少 我不敢說沒錯 但是都希望能夠 大家都明白到這一方面 好 當然這麼說 其實我想作為向左往這個節目 可能由第一集開始到現在 都很可能都沒有機會 講到為什麼這個節目 叫做向左往 或者什麼叫做 就是向左往 即左拍的角度 究竟是些什麼 那我不說 但是有些可能有看開 或者有聽開這個節目的觀眾 可能都有 很可能真的有 去涉獵到一些 可能是馬斯 可能講到關於卡馬克斯 馬斯 或者甚至講到社會主義的一些 就是經典或者毒物 暫時 我當看這個節目 或者聽這個節目以來 他們沒有很刻意地去買 或者去瀏覽一些網站 是講到關於馬斯 或者講到關於社會主義 或者甚至共產主義的一些 一些理論 好了 我們講到向左往 其實都希望就是說 由我答應做這個節目 就已經差不多講到 去年拜山時候的一個 即是中間接到一個電話 的一個經歷 然後就是覺得這個節目 都頗有趣 我傻傻傻 真傻傻傻答應了做這個節目 又或者中途騰京都有想過 做不做這個節目好 又或者現在做這個節目 似乎都好像做了一個習慣 這樣也好 我想其實向左往的目的 最主要就是說 當主流媒體 他們去展述一個社會 甚至政治現實的時候 或者政治現實狀況的時候 他們會有幾個假設的 可能大家嘗試看回 無論是本土主流媒體 中文台的新聞 記住是中文台 不是英文台 因為我的朋友都發現到 或者我自己都發現到 可能中英文台 無論是講六點半新聞 或者講七點半隔離台新聞 可能大家講的新聞主題是不一樣的 例如剛剛講到趙連罕案 其實可能你會發現到 就是中文媒體 都可能是不報道 或者選擇輕描淡寫地報道 但是你看到這個英文媒體本身 它是很詳細報道 即較為詳細報道之餘 它放的位置會比較前 和它較為願意講一些 可能是在香港 或者在海外的人 對這案件反應 所以大家會看回 就是向左門打一件事 就希望透過討論一些議題 或者時事 可能一些議題時事 可能是雞毛蒜皮 又或者很可能是一些很熱門的話題 但都希望透過節目 去到講一些主流媒體 他們不會講 不敢講 或者甚至是被忽略的觀點 不敢講的觀點 就是和政府對立的觀點 不會講的觀點就是 在這些現象背後 究竟政府本身 或者政權本身 或者國家機器本身 究竟他做這些事 採取這些政策 講這些說話背向目的是甚麼 大家都有留意到 其實我們講的所謂 就是向左門觀點 我們不斷都會講到 所謂霸權的觀念 當然我們講到霸權的觀點 其實就是說 政府所做的事 所說的事 或者所 希望 群眾 符合他期望做的事 其實背後 都有一種 權力的關係 或者政府 政府不斷放在自己 在口上的位置 政府不斷放在自己 市民永遠都是吵吞 沒有權說 不可以說 亦都猜市民是不會說 又或者另一件事 就是透過這些權力關係背後 去操縱市民 或者操縱這個人物 例如我們會說 有一個挺好的例子 適合想到 就是 譬如我講到領會 我之前都有講過 關於領會 無論是在暑假沒多久之前 暑假完了沒多久之後 我請了陶君行做訪問 都講到關於 和領會之間的一些 可以叫抗爭 或者有監察領會的一些 一些社會團體 我們會不會想到 其實政府引入領會背後 當然從一個公共行政角度 就是希望透過善用資源 節省成本 良好管理 改正屋村的商場環境 令到這個居民 能夠有很好的飲食 購物的服務 但有沒有留意到 其實我們從一個向左望的角度去看 即是出售領會背後 其實我們會分辨到 整個屋村就是一個小社區 整個小社區背後 其實就是靠居民 或者甚至居民 他們有餘錢 可以租一個小的攤位 搞一門生意 無論是賣魚蛋賣腸粉 或者賣文具 透過屋村居民本身的一種 自給自足 自給自足的經濟 能夠維繫到居民之間 一種 無論是金錢 計不到的一種 即是木輪關係 互相幫助關係 甚至其實某程度上 這種關係維持 甚至可以維繫到社會的穩定 又或者甚至說 可能看闊一點就是 居民和這個商會之間 透過這種消費關係 希望能夠令到居民自給自足 而間接令到政府不需要 只不過就是建一個公屋 或建一個硬件 能夠令到這班居民 令到這班商會 能夠自給自足 可能甚至政府本身 表面上好像虧了錢 因為很可能用很低調的價錢 即是租醫袍為 但是換回來的 invisible 即是見不到的代價 就是社會穩定 居民對政權的支持 甚至是居民慢慢會覺得 政府一套行之有效的 一種管治手法 是政府成功的一個 關鍵或者因素 而慢慢令到居民 或者甚至商戶 會很接受政府buy那套東西 可能是經濟發展 可能是政府作為一個父母官 給到一個良好的服務 或者貨品給到居民 良好服務 良好貨品 其實就是指 屋邨現有的設備或設施 所以當政府任入領會時候 其實大家可能都會明白到 整個政府的管治理念 透過領會事件 有一個很大的變化 如果有些在看這個節目的朋友 熟悉一個抗議 叫做新自由主義 都知道在七八十年代 其實在七八十年代 在七八十年代的時候 在七八十年代的時候 其實有些歐美國家 特別說到美國或者英國 他們苦於說 無論是他們自己本身的政府 或者說到州政府 他們似乎不再想 再去支持一些社會的 一些必須要的設施 福利或者服務 無論在英國 甚至是電 教育等等各方面 於是我們會見到 隨著私有化伴隨而來的 就是一個新自由主義 我想最主要在時間關係 我們不能詳細說 新自由主義 但有幾個事情大家都可以留意到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會有一個想法 就是說如果政府服務 判了給承辦商 或者政府服務 政府不再辦 而被私人公司辦 這些私人公司 我們假設他們專業 他們質素高 有效率 他們服務一定比政府好 大家最早見到的 例如無論是清潔公廁 又或者可能是家道清潔 很早已經判了給承辦商 或者外判了給承辦商去經營 當然某程度上我們見到 可能工廁好像是乾淨了 或者街道好像是乾淨了 但又出現了另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我們用清潔行業 做一個案例去看 大家都知道他們的人工 是低到根本寧願拿送還 都不寧願去做事 所以你會見到 就是 好了 表面上 自由化 或者甚至新自由主義 是政府負擔越來越少 或者政府的承擔越來越少 又或者我們會相信 服務好了 質素好了 專業了 但從事服務裏面的人 特別是低下階層的一些 我們稱為 街邊官僚 街邊官僚 這是一個很不正統的譯法 但是有對公共行政認識的人 都會知道就是說 我們會知道就是說 在整個官僚架構裏面 有一些做決策的高層 有負責去統籌 或者資源調配中層 亦都有負責執行 或者推行政策的低層 我們最主要是針對 這班低層的一班 甚至我們說到 在街邊清潔阿姐 其實某程度上 雖然她不是公務員 但她也是承擔 在擁有一個低層官僚 在做的事情 就是責任政策 不論是清潔地方 用1比99的消毒藥水 令到街特別乾淨 但是大家知道 這班人他們的工資 是低到非人之可恥 於是政府表面上 就是一個私有化 或者是一個新自由主義的情況之下 一個提供更加好服務 或者令到政府減低這個負擔 而令到政府可以有一個 一個較為完整的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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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 其他 多 多 一個 甚至我之前看到在法国大学生因为政府狂交学费 不是法国是英国狂交学费 而导致少部分学生用暴力行动表达不满 可以看到整个思路化政策 新自由主义等等这些现象背后 究竟对于一群弱势社群 对于一些弱势社群 一些弱势社群 一些在社会上很多时候 因为维资源分配政策受害的人 他们会不会是商上加商呢 会不会是受伤超越受伤呢 这个可能是在我们用 在平时主流媒体未必会很深入地说到 特别是现在回归之后 主流媒体到一些 比如说和房屋、土地、居住 甚至一些专业垄断的一些课题 已经是禁约寒 甚至我们看到我们回归前 某一些主流媒体做的一些新闻节目 非常获得奖 但可能现在你会发现到 这些节目 因为基本上不能够反映社会事弊 他们可能 基本上他们制作的节目的质素 或者他们探讨的议题 已经是苏不若仰处 已经在没有太多人留意的话 那会不会发现到 应该有一些不同的媒体 有不同的渠道 继续就着一些社会 或者政治问题 作出一些较为批判性角度 而成为了这个节目 能够可以继续做的原因 所以我们会说 如果向了望这个节目本身 就是背后 其实最主要都是透过一些 就是透过一个可能是 将整个现象再还原 再回到原点 再看回政府背后的隐藏目的 实际目的 然后再看回这个政策 或者这些措施背后 究竟对哪一帮持续者 哪一帮持续者是最有利的 哪一帮持续者是受害的 或者如果我们再用蔡元春 我想做一个例子去看就是 咦 究竟我们媒体本身报道出来 会否已经有一个私密为主 甚至是否已经有一个 是与政府相近的议题 利用这个框架议题 去做一些 我们叫做 已经有一个既成论点事实的报道 就等于 例如我学生也可能会说到 就是说 那些藏村居民已经拿了赔偿 他们为什么这么贪心 继续问政府拿钱 或者可能说法就是 你们这些藏村居民 非法居民 白人地方住 你还好意思 口面皮问政府 就是拿赔偿 是不是人来的等等 我们会见到就是说 其实现在最危险的地方就是 如果我们不能够将整件事还原 还到原点 而透过还到原点 去到厘清 不同持份者之间的 权力关系 互动 整个发展过程的话 我们可能就是给一些 可能一篇 疑似是原居民的网誌 所说的疑似正确说法 所误导 或者其实 另一个角度去看回向左看 我们经常都会觉得 这个社会 还有没有公义的 这个社会 还说不说平等的 这个社会 还说不说 这个尊重 尊重 公义 平等 可能就是我们看每一个 社会政治现象的时候 我们会留意的地方 正如这个节目 其中一个 对我印象挺深刻的 其中一样东西 当然是这个 蔡元村 反高铁 你一个挺深刻印象的 就是说到 关于五区总辞公讨 当然其实从这件事 我觉得这件事 其实都带来一个好处 我会觉得 任何最坏最恶劣的事 唯一一个好处就是 看清楚现实的真相 无论你多逃避现实 无论你多不想面对现实 也好 任何最差最坏最恶劣的事 就是一个令自己 逼自己去认识现实 接受现实 和现实 究竟你采取一个什么态度 无论你是妥协 甚至你是抗争 无论你最终抗争赢或者输 也好 最丑恶 最恶劣 最坏的事 绝对不是坏事 因为这一个 正正是令你不能够自我欺骗 自我逃避一个千载难防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想这个节目做了一段长的时间 又或者很可能 你会见到 看上了一网 看长毛组 看我做什么 我不知道 究竟在这个节目里面 我的角色是什么呢 我觉得最好有趣的一件事 就是说 开始有一个主持 永远都是Forever主持 Forever hopes 他是Forever guest 到慢慢你会见到其实 长毛组跟我之间 都可以有少少互动 我想整个过程里面 虽然你说其实每个星期来做这个节目 很可能又没有什么准备 又或者可能可能不忙 上来大家有时见到长毛眼睡 长毛放蚊 或者长毛借光 或者可能见我 对Elan出圆卷 又要交论文 又要设计 都不是很精神说话 又吃螺丝又脱口 但是我想 为什么仍然都 甚至有时我都会 例如说找李俊荣 找K来做节目 希望将来 有机会都找 有时见得我多都厌 等于你看天气报告 常常都会 那位天气小姐都觉得闷 有时都换一下画一样 有时都适当时候 都希望找回阿荣 找回K来做代班主持 第一都不会那么闷 第二都希望引入一些不同的互动 令到这个节目 都会有一些不同的火花出来 那刚才 Apple姐姐 我们这个节目成功 其实幕后有很多功臣 在这里 除了帮我们做手语的两位朋友之外 其实呢 在这个节目里面 其实不同阶段 都有一些 你们不会见到他们的人 但是这个节目能够录到 能够放在上网 在有限资源 或者制作意识形态改变之下 都能够尽量维持 很多谢无论是Apple 又或者之前Sunny等等 我想大家都不单止是一个 一个星期见一次的工作伙伴 大家都可以算是一个朋友 这个是真的 不是骗你 大家都是朋友 我想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很多时这个节目 有些状况的时候 好像突然间 一场帮不来 突然间爆肚一个小时 那怎样呢 幸好我呢 一向都架开三个小时的大货 面对这场面 除了吞一口水 又或者是脑子停一停 转一转 或者在桂桶找些东西出来说之外 都可以应付过去 也不是太厉害的话 希望今集向左一望 能够从一个人主持的角度 又或者既然我来到 难道说 不要录了 下个星期才录吗 那不好 都讲一讲这个节目向左一望 究竟想做些什么 又或者其实都很欢迎吴山 或者上个星期有离信的朋友 继续离信 又或者都希望这个节目 能够成为全港中学文贫考试 通识教育的必体节目 为什么呢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想这个节目里面 我们两个虽然说爆肚 但是我们的观点角度 可能是在平决参考里面 没有包括到 没有在平决参考里面 没有包括到的答案 只有两种下场 第一 就是没有分 第二 是超高分 甚至是比5升 所以如果各位朋友 你知道考试这件事 既是一边打稳定球 一边是停而停的话 如果你希望拿到好的成绩的话 记住抵向左膜 所以其实在我们这个节目 真是还有一分钟 都不够结束之前 你知道的 长蚊不肯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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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 一会儿都很头痛 究竟这集节目写什么重点内容呢 我一会儿都会想一想 但是我想 如果你叫我现在毫无准备 其实对这个节目有什么期望的话 当然我不相信这个节目的收视收听率 可以比美于主流媒体的一些 时时节目或讨论节目 但是我想突然想到一件事 就是将来也希望请多些不同的嘉宾上来 即是有不同的活动 又或者其实希望从不同的气氛 不同的活动里面 都可以将一些话题 将一些问题 可以讲得更加精彩 那Apple姐姐就圈圈 那就是以这个节目到此为止 那我们下个星期 我和长蚊继续和大家向左膜 再见